近期卫钞频传 高雄青年夜市有业者 再度收到了500块钱的卫钞 事后报警送业 警方展开搜索 锁定了一名科兴嫌犯 他的租屋处 有一大跌的500元卫钞半成品 初步了解 他制造卫钞已经长达两个多月 先是以彩色的印表机 列印正反面之后 再用指甲油画线 模拟真钞防卫标线 初步估计呢 已经有30多张卫钞流入市面 不过在此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卫钞是没有浮水印 指质不佳 摸起来也比较粗糙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高雄青年夜市甜甜圈谈饭内 白衣男拿着500元消费 业者当下觉得奇怪 加上近期卫钞评传 说他后决定把钱拿去报警送业 拿甲钞这个感觉怪怪的 那他后来也没有回来去餐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真的是甲钞 当下是蛮气氛的 全人前是假的 警方随即转开搜索 锁定嫌犯动态 当厂将人上号逮捕 还另外在他的身上找到100元未钞 我真的是现金犯吗 现在支票给你看啊 你没跟你看支票 你会照货币啦 你拿钱去骗人啦 不只身上有假钱 这一批证物 全是从嫌犯作物处搜出来的 整大碟A4纸上印着500元钞票 还有多项制钞工具 初步了解科兴嫌犯 先是以彩色印表激烈印钞钞正反面后 再使用指甲油画线模拟真实防卫标线 制造未钞长达两个多月 出国有30张未钞流入市面 然后有列表机5台 指甲油22平 材质机1台 平板电脑及手机等证物 那全案已依违反刑罚 伪造货币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申办 警方不排除这个月11号 在饮料店收到的手写百元未钞 以及两个月前夜市其他摊商 收到的500元未钞 都是同一人所为 实际拿针甲钞币 用指甲油画的防卫线 和针钞还是有落差 现在警方持续追查来源 不让业者的血汗钱 白白浪费 解完大奖 我是王超群 高雄报道